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沃草公民放送局 在這個系列裡 我們將帶大家回顧台灣罷免制度的演進史 希望藉由一系列的回顧與討論 和大家一起思考 台灣需要怎麼樣的罷免制度 什麼是罷免 罷免是憲法保障的基本權利 公民可透過一系列的法律程序 來撤銷他們所選出人選的職務 一般的選舉是決定政府中 某一個職位的出任人選 而罷免這項特別投票 是決定該人選是否需要提早結束任期 現行制度 在台灣被罷免的對象可分為兩種 第一種是總統、副總統 另一種則是針對地方首長、立法委員 與地方名義代表等身份進行罷免 罷免的程序可分成三階段 讓我們一起來看現行罷免制度 提議 選區百分之一選民簽署 聯署 選區十分之一選民簽署 投票 有效同意票數 打於不同意票數 且同意票數 打選區選民總數四分之一以上 即為通過 另外 根據罷免法的規定 罷免對象只能由原選舉區的選舉人 以無幾名投票的方式決定 舉例來說 也就是只有涉及在台北的市民 才能夠提出罷免台北市長的提案 並參與投票 之前的罷免為何這麼難成功 過去的罷免制度非常嚴苛 不但不可以宣傳 還規定不准和其他選舉合併 罷免若想成功 還需要通過雙二一門檻的考驗 也就是說 參與投票的人 必須超過選區選民的二分之一 而且同意票還要超過有效票的二分之一 這種雙二一的設計 有利於被罷免者 用反動員的方式 鼓勵支持者消極不投票 讓罷免因為投票率不足而失敗 雙二一的設計 來自1994年 韓國瑜等立委面對罷免時加上的 之後長達20年 沒有人可以成功啟動罷免 蔡振元終結20年無人可罷紀錄 直到2015年 國民黨籍立委蔡振元 才成為雙二一制度下 第一位被啟動罷免的立委 當時蔡振元因為符貌協議的爭議上 有許多充滿爭議性的發言 導致民間團體發起《戈蘭偉》計劃 鎖定他來進行罷免 這次罷免案 因為無法通過雙二一門檻而失敗 也讓許多公民、NGO與政黨 都支持下修罷免門檻 在隔年2016的總統立委大選中 下修罷免門檻也成為選舉的主要議題之一 民進黨上台推動罷免制度最大幅度修法 2016年台灣首次迎來立法院的政黨輪替 民進黨以及時代力量也都支持下修罷免門檻 時代力量提出的草案主張 罷免不需設門檻 只要有效同一票、多於不同一票 就能罷免成功 而民進黨內有許多委員 也提出不同版本的草案 有些也和時代力量同樣沒設門檻 最終在院會二度時 只剩時代力量所代表的罷免不需門檻 與民進黨黨團為首的同一票數 需打總數四分之一表決兩個版本 民進黨否決了時代力量的修正動議 最終選罷法於2016年11月完成修法 正式將罷免門檻降低 連署時間延長 並增設電子連署系統 同時也刪除罷免禁止宣傳 不併其他選舉的規定 在罷免時也需要舉辦公辦的說明會 而新舊版本的最大差異在於 現任者不能再使用消極不投票的策略 作為反動員的武器 必須努力動員守住最後一道防線 黃國昌面臨被罷免危機 2017年 反對同性婚姻的安定力量 鎖定當時擔任新北市12選區立法委員的黃國昌 進行罷免 讓黃國昌成為下修門檻後 第一個被提案罷免的立法委員 罷免的過程中 也召開台灣史上第一場罷免說明會 最終 罷免案因投票率為打門檻而不通過 律委直言 民進黨版本救了黃國昌 罷免案不通過後 多位民進黨政治任務都在臉書提到 如果按照時代力量所提的修法版本 黃國昌已經被罷免成功了 是民進黨的版本救了他 罷免是否該有門檻 再次掀起一盤討論 不過也有人提出 簡單多數決可能會刺激支持者的危機感 讓他們更積極出門投票 這些論點都是建立在假設的問題上 不同的制度都可能讓選民演化出不一樣的投票策略 對哪一方有利 誰的主張絕對正確 真的難以斷定 沒有最好 只有最適合 沒有最好的罷免制度 只有最適合台灣的罷免制度 罷免門檻要定多高 也沒有絕對正確的答案 只能反映立法院多數黨 面對現在政治環境所做的價值取捨 現行罷免制度 是否能帶給台灣政治正面的影響 則還要更多的案例來驗證 沃曹公民放送局系列 將回顧台灣歷史上的罷免選舉 希望透過這個系列和大家一起思考 我們需要怎麼樣的罷免制度 如果你喜歡我們製作的影片 記得留言讓我們知道 也請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